这里开不当北美时间2021年8月16号的晚上 我们接着讲今天第五个 这叫明治已开,静等时机 这是我们定的,从哪里 然后后面一个是逃离大陆的留学生们 那么这里面是两个内容概念 第一个就是明治已开 第一个从哪里来到近日,人民日报 所书人民网 想跟网友互动 在一条微博里配置了一张甘蔗图 并问大家,甘蔗在本地方 本地方言叫什么 你说这是很普通的一个事吧 配了一张甘蔗图 然后问,下面写一个 它实在没什么报道了 我发现这个迷惘也是 不显得这个甘蔗在本地方言叫什么 各个地方方言不一样 方言不一样,叫法也不一样 其实这个也很正常嘛,对不对 这里面我们要说一点 有些网友 非得要我们,非得要用标准化 有时候我们确实那个字发音不会 以前读书的时候 根本就没在意这也就是我们不被文字 所绑架的一个前提条件 挺好,反过来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那时候我们我读了书 读书读了多,有些字就跳过去了 跳过去,你要是每一个都去翻 都去查字典查不了 而且我们那时候在文革时期出来 文革时期老师水平也不高 基本上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 语文水平呢,有些字 只是课本里面的语文的生子 它可以,外面其他扩展 它根本就没戏 而且那时候都读的是 这个共产党改造过的 这个现代白话文 白话文,还不是文言文 所以我们在看小说后 看别的地方有的字不认识 就一代而过 剩下很多都是我们只是听广播 他用到的时候这个声音才知道 而且父母也没跟我们说 把手把手的交 所以我们在中国的认知 这方面的功底不厚 认知,但这个有好处 不会被这文字所拴住 不会文字拴住 所以我们就专门去 透过表象看到本质 这个呢 不是说我们为了给自己 那个台阶下 不是这里面 所以很多事情 有不同的层面吧 就像基督里面讲到了 魔鬼给你关上一扇门 上帝给你开一扇窗子 这话反而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一个机会 就是我们不会着重于表象 全是看背后 所以我们看书 有时候作者名字都不记得 因为我觉得那没这样 我就要看里面的内容 内容完了以后 看到一个整体场景 看到一个整个前后的故事 然后脑子里面想到 它里面的整体的关联性 然后知道这样的人物性格 它背景什么情况 其实这些东西读完以后 你就知道 其实进入到了心理学 到后来才知道 你理解他们这些东西 就是等于你达到了心理学的 一个境界程度 甚至超过心理学 然后加上一些 后面再读一些 弗洛伊德的书 你就知道 这属于心理学 心理学的内容 但是前期我们铺垫 基础已经有那么多基础 所以后面理解起来就非常快 所以我们理解这样一个人 所以才能够了解到 一个思想决定行为 观念决定 思想 思想决定行为 这一连串 最后是价值观 所以这些根就连起来 我们讲的 所以一个甘蔗的方言 在各个地方也是不一样 我们小时候串来串去 也知道有会几种方言 会几种方言 所以你在欧洲国家 它懂几国语言算什么 它过去来讲 跟我们来讲就叫方言吗 差不多嘛 对吧 是长期的圈在一起 没有本质上的太大的差别 所以理解这些东西就知道 所以它这里面叫的 结果呢 重要的是后面 它说 却没想到出来一连串意外答案 什么意外答案 它说第一个网友回答 说不知道 一切以新华社通稿为准 网友不知道吗 知道 然后它后面一切以新华社通稿为准 就等于讽刺你中共 人民网 所有东西 我们说话不算数 我们说话不算数 你问我答案干嘛 非常聪明 就像我们遇到那个警察 国宝来找 我说那你 你找我干嘛 他说聊天 想聊天 我说你要是讲道理 我们就讲 不讲道理 你定罪就完了 你跟我扯什么扯 别的东西 没时间跟你扯 对吧 那你定罪该拉出去枪毙枪毙 跟这个情况如出一辙 对吧 所以你问我干嘛 你们共产党都是以你说话为准 那你就说话为准了 你问我干嘛 不是吃饱撑的吗 多脱裤子放屁吗 说白了就是骂他们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网友回答 不敢妄议 新一面都不敢妄议 我们不敢说话 说白了就是第三个网友回答 不信谣不传谣 这些词汇都是共产党不同角度 封你口的东西 所以大家用不同的方式 把这些都点出来 全是你共产党 就是你不让我说话 你给我放什么屁呀 放屁对不对 放屁你自己吃呗 你兜出来 你自己闻的什么味 你说是酸的 我们就说是酸的 你说是甜的 我们就说是甜的 你问我这个放出来的屁 是香还是臭 我们回答什么呀 不回答 不上当 第四个网友回答 领导说叫什么 就是什么 这也是说 我们再看 第五个网友回答 不管他是什么 你们说是路 我们绝不说是马 指路为马 也是这样的情况 看见没有 我们的网友非常的聪明 也非常的睿智 这说明普通人 一开始什么 觉醒 我们讲的觉醒 清醒过来 第六个网友回答 坐等通稿 坐等通稿 你问我 又骂一下 我坐等通稿 你所有东西 按照统一标准来呗 这种网友你都是 你问我 这不多此一举吗 第七个网友回答 通稿说他是小麦 我也信 你不信 你就 你不让我们说真话 对不对 不让说真话 我们干嘛说呢 指路为马 不就这么回事吗 所以他这一下子有气 后面还点点点 他没列举了 没列举 我们也没去上人民网看 没时间去看 他那乱去吧 所以这样 然后人民网微博 把这条微博悄悄删除了 这个就是说我们国内的 人的一个瑞子 我估计这都年轻人 才会有这样一个活跃的思维 老人可能都没想到 没想到要不就不看了 或者干嘛 没有说用这种方式去反抗他 用这种方式去反抗 用他们的话语 删他们的耳光 这样的话就等于变成了一个塔西托陷阱 知道了吗 后面讲消息在网上引发热议 然后这届网友太调皮 人家也是因为这届网友太调皮 所以他讲了明治已开就回不去了 没错 明治已开就回不去了 我们特别关注到这点 因为我们就人民网上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多 甚至里面可能有他们的五毛里面 在这种情况下出来这种现象 这是一个好现象 也就中国人有这一点 中国人从小就被训练成两面三刀 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所以中国人从这个角度来讲 心之肚明 所以有很多事情 你不要去直不笼统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 那你就明白 就等最后的那个节点 也就等最后那个稻草 看你怎么嚣张 看你怎么回事 你就掉下来 那就完蛋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大家记得 另外还有一条新闻 是讲到 跟这个相关 我们把它说出来 张文宏 大家知道 张文宏这两天 对一些人对他进行攻击和抨击 这其实中宣部我们认为 是因为中共的有计划的打压 这个打压 那么张文宏还是共产党员 所以他们也不能把它说成 像我们这种无党无派的人士 他们没法 如果换到我们无党无派 老早就给你干下去了 根本你没翻全 张文宏这么也聪明 张文宏原来的话语 就跟这个刚才讲到的 民法底下的留言一样的 都是一语双光 其实他告诉大家的真相 那这一点真相都不允许存在 所以这帮人就集合了起来 去说张文宏过去的那个论文 后来网友查出来 他说谁去举报的呢 是过去有一个造什么话 就是东北的 跟共产党胡锡进一唱一和 他讲到的是 要跟美国干到底 你不行我在 在四川 在地底下放100克核武器 在地爆引起全球爆炸 这种邪恶分子归类归在一起 另外据说 据说方舟子也跳出来 那么这里面我们就要搞 原来我们对方舟子 总觉得这家伙 他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会儿说的 他毕竟是科大出来的 有些科学常识 那么最早跟那个 谁一起搞那个 就等于他是抓人家的反科学 这里看上去好像他 其实我们里面发现 里面有很多是 这小子狡猾 现在看来我们觉得 这小子居心不良的 很狡猾 因为他 如果说没有上面 没有重大的任务 他完全跟你说的是真实话 真实话 科学常识 真的真实话 然后打一些那种软弱的 打一些软弱的 别人有一点瑕疵 他就弄出来 这脚子里都是聪明人 聪明人 然后平常 所以让你有点分不清楚 他到底是真心的还是干嘛 那么这次对张文宏情况 他也跳出来说 那么我就知道 他是领任务的 大家记得是领任务的潜伏者 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这是因为在这个上面 是人命关天 而且不是一个人 是一个族群 整体情况 那么你应该作为一个 大学正常的毕业出来 而且头脑也不差的 你应该看懂 也看得懂 张文宏那个话里有话 他是想表达真实的含义情况 你要不你就怼人家 说张文宏他里面的那个病毒啊 或者什么 他也不敢 他也没说这些东西 然后也跟了一起起哄 那么就说明 他是共产党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特务 提醒大家 典型的一个特务 所以以前我们有时候还引用他 引用他 我们觉得他说的是对的 那就说明上级没给他任务的时候 他潜伏的时候 他是做正常 就像那个金无怠 金无怠 金无怠不是讲到了 他原来在中国没给他任务的时候 他可不就是尽心尽力工作 跟美国人一起工作 所以美国人没怀疑他 一定的没怀疑他 关键时候才用 这个手就出来了 提醒大家 那么张文宏也很聪明 张文宏在微博 他讲 我们给大家看一眼 这玩意要传来一些 该退往了 保持沉默才能无灾无难 这个就是真聪明 因为他知道再说多少没用 自己反而就搭进去了 搭进去了得不偿失 这是有良知的人 共产党里面所有这样的有良知都没了 有人讲张文宏为什么能搞起来 后面是不是有江派什么支撑 我们讲的这个不排除 但是我们认为先别上纲上线 人家讲的是科学是常识 按照医学原理 按照医学东西来科学常识 那么人家讲的对 你不要去上纲上线 把他认为搞成派系的斗争 那我们派系斗争 我们没办法去区分他 是不是也有可能 如果有的话 那么就是不至于他会变成这样 所以张文宏他是想告诉大家真实情况 而且还有一个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们中国人的观众很差劲在这里面 包括看我们的视频也好 我们看他的留言 我知道他到底要什么 他搞不清楚 其实张文宏你要看懂他的话语 高地要什么 你马上保命 张文宏跟你讲的很像 他有好多话 我们记得最深刻的去讲到的 我打疫苗 张文宏我打疫苗 那是没责的事情 原话我忘了 大概意思就是我的职责 我要带头 这是没责的事情 这是我的工作 所以我必须去打 你打疫苗就跟我不一样 所以你打疫苗 你要自己去做决定 说白了就告诉你 这里面双关一个 你要对自己承担责任 负责任 这是一个 第二个 这个疫苗到底怎么情况 我也没法说 他不从那个角度没法说 因为确实 这里面解读起来 他没有责任 他不是这个疫苗的发明者 也不是疫苗的生产者 他怎么能下决定呢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么换了我们要讲的话 我们就讲原理 灭活疫苗是什么什么原理 这种原理在依据这种原理情况下 从逻辑角度来讲 他应该是病毒搞成的 所以你能不打就尽量不打 因为这相当于对人体注射病毒 但是作为张文宏 他是共产党的干部 共产党的医疗主任科士 他不能像我们这样 把这个原理告诉大家 一讲起来那不就 他后来还有一篇 还有一篇微博讲到的 他说这个防疫学里面 我忘了防疫学里面 一个什么病毒 在医学院里面是基本的常识课 你虽然从医学院里面出来的医生 这个关过不了 你就意思好像 你就根本就当不了医生一样的 也就是这是常识的东西 你们还跟着瞎起哄 那就是后面没说 就我的意思读出来就这样了 作为中国的医生应该够很清楚 所以后续其他医生跟着起哄的 基本上都是没了良心的 没了良心 要不你这个学习的水平太低太低 太low了才这样情况 所以他其实话里面 有很多很多话在这里头 我们先不说他的论文呢 过去和现在时 包括他那个情况来讲 而且我相信在大学里面的 那些论文一般都是实验型的 他属于这个理工科 算是理工科吧 医学方面 偏理还是偏工 应该是理工科是混合的 医学里面有一些原理 我不知道他这个专业里面 可能如果是临床或之类的 可能就偏更加实用的 理工科和做实验一样 就像当我们过去大学毕业的时候 做了实验室的东西 那你就是其实没什么东西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这个里面 关键张文宏是又红又专 又红又专 所以他在去年的时候 一个口号 就共产党员先上 说明大部分中国人 还是有良知的 我们讲到的 很多只要稍微头脑清醒 明白一点点的人 就是有独立意识 或这样的情况 起码都是有良知的 所以我们要求大家要独立 其实独立跟良知是配套的 丧失良知的人是不独立的 不独立的人是很容易丧失良知的 大家记住到这一点 所以你不要去谈那些其他 可能戴帽子什么 要讲到的善的 没用 你要是一个独立者 基本上你就会保有良知 所以你一定会有善心 一定会有善心 那么如果说你说你有善心 但回过来你不是独立者 那你那个善心要打一个大问号 那是虚假的 贴金的 大家记住 这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充分和必要条件的差别 大家自己琢磨 反过来就不一定准确 正常如果说你是一个独立者 完全独立者 你一定会有一定的良知 有良知 你一定会做出你的善事来 所以我们讲 不要轻易给 首先判断这个是不是独立者 是一个独立者 那么后面的良知 所有情况就可能产生和发生 我们提醒大家 所以这个是紧跟的 那么下面还有一个 很重要一点 网易新闻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网易新闻 留学生大军 上海浦东机场赴美留学航班 排千米大队 上千米一公里 排了一公里 紧挨着紧跟 你想想 一个人站在一起 应该不是一米 不是一米 他在一起 他说距离星雷达 八月中下 到了赴美开学的旺季 不少同学打起新朗 开始异国求学之路 这两天 一个加薪家长的帖子 传得很广 普通机场的乘客和送行队伍 几经转折 长超一千米 这个是他的一个帖子 这是一个帖子 我们看一下 这个帖子在 这是一个普通机场 给大家读一下 它是一个怎样的 加薪 受疫情影响 许多留学生被迫留在国内 如今可以出境了 今天的普通机场 T2航站楼 出发大清 几乎全是去美国 加拿大 去美国 加拿大留学的孩子 和送行的家长 仅国泰航班 11点25分和13点30分 两个航班的乘客 和送行人员队伍 几经转折 长超一千米 两个航班 航班 加薪的家长 送走你的孩子了吗 是家多 还是优多呢 希望孩子们都能平安 学成归来 我们讲到这 我们把这篇文章 再继续读下去 看到 然后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观点 再稍微说一下 这来自南洋富商的报道 清立称 9点左右开始排队 CI 他说一直到下午1点左右 拿到登记牌 他这次画了一个图 画成这样的一个图 弯弯曲曲 绕绕曲曲 你看看多大的牌 这次拉直的 估计有一千米 大概是这个意思 目前赴美 除了护照和签证 需要中文核酸检测报告 英文核酸检测报告 在美国的住址和联系人 信息表格 海关检疫表格 程序较繁琐 前面遇到问题的人较多 所以进程慢 提醒留学生同学 至少提早5个小时到机场 这个也是 提醒大家 旅行雷达 咨询了相熟的浦东机场工作人员 以及资深票带 对这种情况的一个解读 第一 赴美加航班 由于检查内容较多 加上赴美 赴北美高峰期 确实等待时间长 建议留足提前量 第二 排千米长队的现象 是比较罕见的 文中提到的国泰航空的非常特殊情况 他一 如果是东航 达美 UA等直飞中美之间的航线 或中间 中间有京庭 基本不会出现这么长的队伍 因为目前民航局的规定 疫情期间 航师的座位不会全部售卖 不会买员 所以人没有这么多 第二 国泰不一样 类似文中的情况 国泰的航线是上海 香港美国 且支持SFO NYC BOS 等多个北美航点 更关键是上海 香港 一段算国内航线 不限流 所以一些旅行社安排的包机 可以满满当当 第三 南京机场关闭 汉沙 韩亚等航师 华东运力取消 出国上学客流 涌向了 浦东机场 下面还有一个国泰航班的一个通知 这是一个通知 我们给大家念一下 他说 暂停的营营通知 增进的旅客 疫情防控要求 南京机场 理大规模设施重建 改造短期国际客户 航班暂停运营 因此 韩亚航空南京首尔 到仁川的航班将陆续取消 如需退改 请联系购票处 咨询处理 其他详细进行关注 南京机场发布的相关信息 再讲 然后接着读 以上叠加目前疫情严格的检测程序 以及赴美文件的检查 造成了部分航班排操场队 专业人士提醒 近期赴美 北美留学的同学 务必留足到机场的时间 确保顺利出行 疫情期间情况特殊 希望出国留学的同学 做好防护 一切准备 一切顺利 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 包括排队长短 排队长短是一个现象 我们的重点就是说 美国没有关闭 对中国的留学的一个大门 他关闭的是官员的孩子 和一些中共军工的去 偷那些技术材料 来颠覆美国 那些拒签了 那么这个为什么要这样的情况 严格来讲 中美之间关系 现在成建把炉上 美国按照去年 我们看到的川普 那些严厉的政策 应该把中国的留学大门 全部关掉 但是美国没关 我们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文明国家的一个做法 你只要把一些对你真正有危害的东西 限制住就行 这样的话 也就是我们讲到文明是细化 文明一定是细化 隐瞒才是粗漏 所以他这样细化下来 有一个什么好处 就是说 美国对中国希望他 那个这个转向民主 转向民主 你必须要有这里面的人 接触到西方 然后一点点把西方的生活 和现代的文明情况再带回来 一点点潜移默化的改造才行 你比方说塔利班这块 为什么很难 美国在内经营了二十年都不行 二十年相当于一代人都不行 原因在哪里 原因他们没有那样的一个环境 看不到一个前景情况 都按照过去的惯性进行 那么中国是十四亿 所谓的十四亿 有人讲才七八亿 我们不管他 这么大一庞大一个人口 你要想往文明转轨 是非常困难的 这也是我们对 我们自己同胞感到非常失望 尤其是短期 不抱期望的一个重要 也就是刘晓波说 要殖民三百年的原因 那有一个捷径 什么捷径 就敞开大门 也就是自由化 敞开大门 进出自由 进出自由的时候 更多年轻人去了 回过头来 把老的一批逐渐淘汰掉 那么中国就更加拥抱文明 更加拥抱 你比方说我们不说别的 就讲上海 上海是有了欧美国家 英美国家 上百年的殖民底的过程 那么其实在这个一百多年当中 184年开始吧 我们就说一百多年当中 将近两百年了 我们先说一百年到四九年 四九年 一百多年当中 那么中国人到欧美国家去了 并不是很多 全国来讲 比例并不是很高 但是上海已经很多人潜移默化 适应了城市生活 适应了欧美国家营造了这样的一个氛围 所以上海它就变成很务实 那么上海保守的在那 它很精明 精明就是算计的很厉害 那么这个也是资本主义社会 所必须要有的 你不会算账 你玩个什么文明社会发展呢 你这马大哈一个 就像中共中国人一样 马大哈一个共产党一搂一片就走了 就像老毛一样 连个边界啥概念都没有 边境现在一说把这块土地画给了 长百山画给一半画给了金正恩 什么缅甸一块给他 那么跟越南一搞 哎呀那个白龙围倒吧 好像是吧 给越南 就一下全给掉了 这马上来败家子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跟现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中国是走了这么一段弯路 是因为我们跟现代文 被满清封关闭关锁过 封得太厉害 没有关联性 根本老鼠派王 那么这么大一个群体 他要猴年马夜才能转过来 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支持欧美国家 美国人对中国的继续的留学生的开放 尤其年轻人 然后你限制一些关键敏感的位置 因为这块中共没倒台之前 中共拿了这个东西回过台来去伤害别人 这个是不允许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好现象 也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大家能想办法出国尽量 我们原来还感到很悲观 是不是全部锁掉了 现在看来是没有 只是把中共官方的官宦子弟 他们要制裁那些能给限制家属 和孩子限制住 然后把一些关键岗位的留学的东西 给限制住了 而不是说所有大门都关 没有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我们讲到 毕竟美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 所以它会细致化的甄别 而不会是一棍子打死 一棍子打死就是野蛮的社会 就像中共一样一刀切下来 更不关键 它是中共的标准是尽量往低走 它以最低的垃圾的为标准 来进行处理社会问题 这样垃圾的标准就逼得大家都降低维度 这因为它是多数人的暴力 所以它离文明很远很远 我们讲到这点 这提醒大家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讲到的一个事情 那么中共它也不敢把这块关门 因为关门的话也就没戏了 这是一个我们看到年轻人的希望 因为年轻人是代表未来 所以我们特别关注年轻人的状况 作为一个成熟了 或者是已经上了一定岁数的 我们的听众来讲 要尽量的服务于年轻人 我们讲到服务 服务于年轻人就是多传播这些东西 让国内的年轻人觉醒 这个是我们才能看到希望 那么我们付出的代价 付出的精力也好 才不会浪费掉 OK 这段就到这 下面我们讲最后一个 网友评估人口 减灭行动 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高维度 从高维度分析人口 减灭行动 这一块 我们讲最后一个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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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